4月24号 爱奇艺首推的 具有真正互联网思维的线下演唱会 青岛纯生爱奇艺间教职业 全Live交互演唱会 在北京正式启动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小辉 爱奇艺市场副总裁陈宏佳 等一众领导与嘉宾集聚 共同为活动有情助阵 本次爱奇艺间教职业 全Live交互演唱会 旨在为爱奇艺用户提供最有王感 互动性最强 最爱奇艺的音乐视觉享受 已经成功举办过多届 尖叫之夜的爱奇艺 这次把线下活动与线上互动相结合 就是要进行一次突破性的品牌尝试 那么尖叫之夜这个品牌 我们就想尝试新的玩法 不单单是在把一个演唱会 从线上搬到线下 从线下演唱会直播到线上 更重要是调动旗爱奇艺平台上 所有的资源和我们的粉丝朋友 和我们所有的娱乐内容进行互动 展示一场新的互联网时代的 线下演唱会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们希望 通过我们在互联网时代 年轻的我们这些用户 粉丝歌迷 尝试一些新的答法 让他们参与进来 共同来打造这场音乐会 更重要的是来推动 中国现场音乐 中国流行音乐 中国摇滚音乐 在新的时代下能够为它鼓呼呐喊 能够让它在新的时代 幻发出新的博弈 因此我们想每年把尖叫这个品牌 搞成多场贯穿性的 一路享受全年的一个新的品牌的创新尝试 此次爱奇艺以优质IP借演唱会的形式 吸引年轻用户 引领商业模式创新 同时以线下演唱会为切入点 强化IP生态业务模式 是一次从视频网站 到娱乐帝国的商业战略转型 而爱奇艺间教职业 拥有传统演唱会的核心优势 计划在今年内举办涉及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大连 等覆盖全国的八场大热万人演唱会 汪峰 李健 陶经营等知名音乐人 也将参与其中 同时还将结合VR直播 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为大家打造一场 与众不同的始听盛宴 音乐最关键就在于分享 然后爱奇艺间教职业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栏目 它其实就是着重于 大幅度大范围的分享 那因为本身在音乐圈很多年 那知道说有一些演唱会 可能你设定了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程式 其实有很多人没办法参加的 他可能在南京 可是你演唱会在上海 他就算人在南京 可是你的演唱会的日期 他在上班 他在上课 那我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互联网的演唱会 然后去跟一些歌迷 与歌手本身互动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心情态的方式 让听音乐变成一种没有距离 而且是机动性的一种感官 休闲娱乐 其实我觉得作为音乐人来讲 这样子的形式是我们乐观其成的 除了有先进的技术为演唱会 保驾护航之外 知名作词人方文山 更是为演唱会 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尖叫之夜》 并请来人气偶像许维舟演唱 当音乐圈的扛把子 碰上心境小鲜肉 两人也是产生了 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当然作为新人 能和方文山老师合作 许维舟可是相当的兴奋与紧张 据了解 许维舟除了演唱主题曲之外 他也会参与到此次演唱会中 至于是哪一场 何种形式参与 还是让我们稍微留点悬念 而远道而来的粉丝 当天也不会空手而归 在互动环节 主持人就抽中了两名幸运儿 来和偶像 来自近距离接触 只是这姑娘一上台 就深情表白 让我们的周周 一时还有点猴子 其实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但是站到手边 看到你 现在也是比较成功的一位艺人 然后想说的真代表白 就是说会一直在你身边支持你 有意义 然后只为你儿子加油 给他真的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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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就很好 哦 你在 你在 好 周周有什么想念他说的吗 小金 好 谢谢周周的酒啊 这么开心 爱奇艺娱乐 北京报道 爱奇艺 乐想品质